今年3月初在花莲发生了 东华大学学生的校外宿舍大火事件 当时造成了一人死亡 十人轻重伤 而为了加强维护学生的住宿安全 榆林县现在率先规定 必须要经过县政府消防局 警政单位跟建管处检查通过 才能够发给安全标章认证 消防人员拿着检测仪器 来到学生校外住屋处 检测火灾通报系统是否一切正常 一旦检测到不合格的设备 消防人员马上要求房东限期改善 并进行复检 根据教育部统计 目前全国在外租屋的大专院校学生 大约有31万7千人 但现在100多所的大专院校 却只有41所学校通过外宿学生的安全认证 合格率不到5成 去年是7所 那今年是已经41所了 那我们要求各个学校 在今年6月30号之前 强步要通过这个认证 就于云科大来说 目前学生在外租屋的人数 大约有5000人 但通过认证的122间房东业者 只能提供3000个租屋处 其他的租屋处可能包括铁皮屋 或农色的伪装建筑 还得由县府单位一一清查 教育部云县府和县内的世间大专院校签约 要在进行内完成全线可供学生租屋处所的清查 必须通过消防警政建管单位的检验合格 才能拿到安全标占认证 并由统一的网络平台提供租屋讯息 以保障学生的外出安全 记者 王文兄 云林报道